大家好,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 我是一彩,和你一起了解生活 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 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 无痛断舍离 最重要的三个步骤,很多人不知道 希望你喜欢,订阅支持 我们想要好好过这一辈子 得有不少本事才行 譬如说,要能保持心情平稳 要能碰到山就开路 碰到水就架桥 要能对自己要求严格,管好自己等等 这些本事对我们的人生来说 都非常重要 但要问哪一个本事最了不起呢? 我觉得是,凡事都能做到断舍离 其实,断舍离这词大家都听过 但真正能做到的却没几个 那么今天咖啡屋就来聊聊 我们如何要好无痛断舍离 一,断舍离是什么? 很多人都有听过断舍离 但对这个词语的意涵 其实还蛮模糊的 至少你让他讲清楚 什么是断舍离 他可能讲不出个所以然 只知道要把没用的东西丢掉 我们先来个小科普 看看断舍离到底是什么意思 在2009年 日本有个名叫山下英子的杂物管理顾问 出版了家庭生活类书籍断舍离 这个词语才开始广为流传 这本书的作者山下英子 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的毕业生 大学时就开始接触瑜伽 并从瑜伽中领悟到修行哲学 断行、舍行、离行 这就是断舍离这个概念的起源 后来 作者将这些理念 应用到日常家居环境的整理上 让断舍离的理念 变得更加鲜活和完整 断不买不收取不需要的东西 舍 处理掉堆放在家里的无用之物 离 舍弃对物质的迷恋 脱离物欲 可以看出断舍离的本质 其实就是做减法 让自己处在一个宽敞整洁的空间 这样就能得到舒适清爽的生活 这样的结果到底有多美好呢 来做个简单的比对 当你走进房间 一个房间是乱七八糟 另一个房间则是干净整洁 东西摆放的整整齐齐 不用多想 肯定是后者让人心里更爽快 觉得更舒服 家居环境这样 人生其实也是这样 要是我们能对自己的人生来个有效的整理 化繁为简 去掉糟粕 留下精髓 那肯定能过上自由 舒适 自在的生活 感受到幸福 就像山下英子在砖房里讲的那样 表面上看 断舍离是整理家务的收纳术 从深层次来讲 这是一种活在当下的生活态度 我很喜欢豆瓣上的一句书评 丢掉看得见的东西 改变看不见的世界 很多时候 每一次断舍离 可能就是一次新生 二 如何做好人生的断舍离 我们的生活若是变得乱糟糟 像团麻丝一样 那就表示 该是好好整理一番的时候了 也就是该来个断舍离了 问题来了 要怎么才能做好人生的断舍离呢 其实啊 千言万语归纳起来 就是这么一句话 把那些不需要 不适合 让人不爽的东西 换成需要的 适合的 让人舒服的 这就是断舍离的精华所在 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这也是我特别想 跟大家分享的几个要点 一 降低不需要的物欲 重塑精神世界 很多人啊 就是因为想要的太多 这个也想要 那个也想要 结果搞得自己好累 奇怪的是 有些东西根本不用拥有 也不是真的需要 只是因为内心的物质欲太强 无法掌控 讲真的 在这个物质满天飞的时代 要完全摆脱物质欲 真的好难 真的超不容易 但是 就算这样 我们还是可以尽量减少物质欲 这也是该做的 我建议从整理自己的住处和东西开始 把不太需要的东西都清掉 不管是送人还是丢掉 反正就是别再占据那有限的空间 再来就是减少买东西的欲望 真的需要的才买 如果可有可无 买不买都行 那就干脆别买 很多时候 只有把现实的环境清空 心里的杂念才会跟着清空 物质欲降低了 人才能静心 才不会浮躁 不会急功近利 不会攀比 毛母在《月亮和六变式》里 讲过一句话 要记得 在平凡的物质生活之上 还有更迷人的精神世界 当一个人的精神世界 不再贫乏 就不会寄望于用物质来填补 而能摆脱物质奴役的人生 真的超爽 这应该就是当代人 急需休息的一种高境界吧 二 减少不舒服的社交 净化圈子 一直以来 我对社交这件事都蛮悲观的 主要就是因为对人性不太有信心 所以我并不是那种爱社交的人 活得有点随性 讲到随性是怎样随性呢 举个例子 要是跟哪个人相处觉得不太对盘 我就会离他远一点 不管他有多么重要 地位有多高 在我这边觉得不舒服的关系 就不用花太多心思去维持了 少掉那些没什么价值的社交 少掉让自己觉得不舒服的交往 把圈子清一清 留好的去坏的 这是我的第二个建议 不要担心会失去什么人脉 一次真正有意义的相遇 一段真正舒服的关系 比一百次的应酬来得有意义多了 这辈子能有三五个知心朋友 已经很幸运了 三 放下不适合的人和事 专心做自己 最后一个建议 就是希望咱们能把那些 不适合自己的人和事物放下 许多东西当你放下后 为它们腾出了位置 才会有新生的机会 我之前在一篇文章里就有提过 人要学会接受自己 接受自己的平凡 接受生命中的一些不如意 很多人和事物适合张三李四 但不一定就适合你 所以你该去断 去舍 去离 让自己开心 专心地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只有这样 你的人生才能换个新帽 轻装上阵 你的生活才能真的变得清爽简单 自在舒适 一个充实的精神世界 一个让人舒服的交友圈 一个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 不悲不喜 从容自在的人生态度 一切干干净净 简简单单 不管屋外风吹雨打 我自得其乐 这样的人生 就是我所追求的 也是我觉得最高境界的人生 人生做简法 你会发现 身上的包袱轻了 心里的烦恼也顺了 断舍离这种生活方式 近年来被很多新职人追捧 一起跟着打主看看 断舍离的生活究竟有多爽 打主AT&E工程师认为 断舍离后会变得悠闲且富有 非常爽 感觉自己非常悠闲 非常富有 举几个例子 一 对钱的认知变得不一样 比如你一个月赚一万 平常每个月花掉八千 那你肯定习惯了花钱比存钱多 哪天你懂了断舍离 不再乱买 一个月只花了两千 但生活并不觉得穷困 以前的长服还在衣柜 常用东西也还在手边 你会觉得那个月跟花八千的时候没啥两样 可是会觉得自己存了六千 好像那个月薪水变一万六了一样 习惯断舍离后 你每月存款都是消费的四倍 花两千跟花八千的感觉一样 但你能体会以前收入三到四万的那种爽 再来讲讲对空间的感觉 比如你家一百平 平常空间都占满了百分之八十 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地方可以走动 你总会烦 哎呀 这东西没地方放 那个太挡路 我家是不是太小了 要不要换个大房子 结果有天你爱上了极简断舍离 家里慢慢变空了 空间只占百分之二十 看着百分之八十的空白 你会想 哇 我家好大啊 看起来有好几百平吧 我好富有啊 朋友们来跳舞吧 二 对时间的认知变得不一样 比如你以前总是活动很多很忙 哎 我今天工作做不完还得加班啊 那个小李要的档案我还没弄好 一下午都在帮王大姐的忙 下了班还有老同学聚会 还得给表妹买东西 不能忘记 哎 公交车怎么还不来真烦人 这双鞋穿着跑不快 气死人了 哎 你干嘛拥我啊 疯了啊 快点快点啊 你们这些讨厌鬼 断舍离之后 小李啊 今天我没空 下礼拜给你档案 王大姐我明天早上帮你弄 老同学们 最近太忙了 下次聚会我一定去了 表妹 我周末去找你一起买东西 今天有足够的时间下班走路回家 步数又能排第一 回家慢慢炒两个清淡小菜 饭后听听清音乐压压腿伸展一下 看看书早点睡 又是悠闲自在的一天 身心都很愉快 三 和家人的关系变得不一样 可能以前因为实在太忙了 总觉得工作和朋友比较重要 家人则会无限包容体谅 于是常催促 爸妈 帮我拿这个 同事要代购 老公 帮我买那个送朋友 小朋友们 你们快一点 下课后还要去参加派对 不能迟到 经历过断舍离后 才觉得事业啊 朋友啊 其实也没那么重要 不需耗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 你参加十次聚会和参加一次 并无太大差异 甚至有空时网上问候也挺好 同事间而帮个大忙 比天天给他们收尾要简单有效得多 每天省下时间和家人坐一起 聊聊天 做些家庭活动 多爱那些真心爱你的人们 会觉得内心无比温暖和宁静 记得刘振云曾说 断舍离并非只是简单地扔东西 断首先是处理与自己的关系 是要断掉自己的烦恼 舍才是扔东西 处理人与物的关系 离是只要离开那些非朋友之人 处理你与他人的关系 断舍离其实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课题 我自己也是断舍离的深度体验者 实践这几年以来 感受最深的快感大概是自由 实践越深就越觉得自由 很喜欢自己现在这种清爽的状态 在不停问自己这件事 这件东西 这段关系是否真的需要的过程中 不断了解自己 知道最需要什么 把有限的精力都投在真正需要的事上 这个过程中 自己变得越来越清晰和自由 一 着眼于当下 对于目前用不着 但每次看到都要占用带宽的东西 当断 带宽是啥呢 就是指一个人心里头能装多少事情 也好像计算机的内存一样 前几天我买美容仪 店家送了我一个车载小冰箱 一开始我是打算留着的 因为这两年确实有打算买车 搬新家后上下班通勤会方便不少 但买车至少还得等两年 再说我真的需要这么一个车载冰箱吗 有没有东西可以代替他 答案当然是没有 可是每次看到他 总要费点带宽去想该怎么处理 然后又会一直提醒自己得买车才有地方放他 这样子等着真的挺烦的 所以我干脆就把它放到二手平台卖掉了 把那些不需要的东西清掉 就好像给自己的心里头扫扫垃圾 把带宽释放出来给自己减减压 让自己变得轻盈又自在 二 清楚自己的需求 对于不那么需要 看起来却很便宜方便的东西 当舍 在这个营销手法五花八门的时代 各类营销短视频 直播带货 总是会推出好多看似超值实用 让人觉得好像非买不可的东西 但一时冲动买下来后 才发觉其实大部分东西很久 甚至根本从来都没用过 像是那些百搭的衣服 健身器材 多功能厨具等等 开始实行断舍离后 每次想买东西 我都会先放到购物车 过一阵子 如果还是需要又喜欢 才会认真想买不买 以前因为冲动买了一堆用不上的东西 后来自己一一处理的画面还历历在目 所以现在买东西 当然会再三考虑 每次冲动过去 觉得其实并不需要也没那么喜欢 都会为当初忍住不买而开心 时间久了 我的世界几乎只剩我喜欢又需要的东西 这种感觉真的很棒 而且把钱 时间 心力都花在需要又重要的事情上 我的思路更清晰 生活也更自在了 三 无效的社交 当离 随着生活越来越简单 我开始检视与他人的关系 哪些关系对自己来说就像东西一样 只是占据自己的空间 其实只是种消耗 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头讲 安然度过晚年的窍门 就是和孤独签一份体面的协议 我一直觉得其实每个人都孤独 它并非只出现在晚年 只是年少时我们有数不清的好奇心 用不完的热情 还有好多看不清的幻象 这些东西掩埋住我们孤独的本质 等到这些云雾慢慢被拨开 我们才渐渐看到孤独的真面目 毕业后 我前后换了三份工作 虽然都在浙江 但却是不同的城市 十年过去留在自己身边的人 五个指头都用不完 我开始意识到 有些社交完全是无效的 除了消耗自己 几乎没有实际价值留下来 于是我开始远离那些无效的社交 起初我几乎没有拒绝的能力 因为在乎别人的看法 要和同事好好相处 要去扩大自己的圈子 害怕一个人独处等等 后来慢慢发现 社交中的地位是取决于自身的价值 而非无用地讨好 自己都不爱自己的时候 别人更不会爱自己 所以我不再在这些无效的社交中消耗自己 而是主动把自己的爱都花在值得的人身上 后来发现只和值得的人相处 自己反而更加轻松快乐和自由了 主动掌握自己的人生 从断舍离开始 三 无痛断舍离的三个步骤 日子久了 家里的东西就越来越多 看了山下英子的断舍离 我才深有体会 原来我们该给生活来个减法 而不是一直买买买 这样只会让自己身心俱疲 不停地整理 不停地收拾烂摊子 经过一次次对东西的筛选 才真的明白自己要啥 要啥 留下有用的 舍弃无用的 但现实生活中 很多人就是做不到断舍离 为啥有人做不到断舍离 做不到断舍离的人 其实是因为心里有种恐惧 怕乱扔东西以后要用时找不到 觉得扔掉就是浪费 有些东西流来流去 总觉得以后会用到 但结果是一年过一年 用到的机会越来越少 这些东西不但占空间 还得常常收拾 无形中就增加了生活压力 断舍离就是要丢掉无用的东西 从家里的物品开始 让你生活压力变小 清洁负担变少 那要怎么做到无痛断舍离呢 教大家三个步骤 舍不得扔就照着学 第一步首先放松心态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功 家里头会变得这么凌乱 东西越来越多 也不是短时间内就堆出来的 而是日子久了 慢慢累积的结果 要做到断舍离 当然也不是一天两天就搞得定的 得先让自己的心态放松持些 用平静的心情来面对断舍离 这样你会觉得更轻松 也不会随便乱丢东西了 第二步 物品分类 然后就是对断舍离的对象 物品进行分类 害怕扔错东西 害怕造成没有必要的浪费 害怕无效断舍离 有这种心理是因为没有对物品 进行更清楚的分类 家里的物品一般可这样分类 接着就是要对断舍离的主角 物品来做分类 怕扔错东西 怕造成无味的浪费 怕做了无效的断舍离 会有这种顾虑 主要是因为没有对物品 做更明确的分类 家里的物品通常可以这样分 一 必须品 二 多余重复物品 三 闲置很久的物品 四 留恋的物品 第三步 对物品的处理原则 一 必须品处理原则 生活必须品指的是 我们每天必须要使用到的物品 以及不常使用但是必须要有的物品 生活必须品的处理原则 是保持同类物品数量最低 将多余地扔掉 所使用的沐浴露洗头膏 牙膏 将总这类东西用完再囤货 而且按照家里的收纳区域来囤积卷纸卫生纸 不要一下子买太多 没有地方放 二 多余重复物品处理原则 家里的多余重复物品一般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不可再用 一类是可再用 比如耳环丢掉了一只 或者是已经变色的手机壳 丢了一只的袜子 这类物品应该果断丢弃 留着只会占地方 影响心情 另一类可以再利用的 比如不看的书籍 过时的衣服没有损坏 还可以赠送给别人或者是上门回收 也可以在网上买二手 三 闲置很久的物品处理原则 既然是闲置已久了 那么多半使用率几乎为零 比如说闲置很久的咖啡机 可能是因为你懒得经常清洗 也可能是因为你不爱喝咖啡了 还有闲置一年的衣服 闲置一年的包包 这些东西不处理 只会让你每当换季的时候 要费劲地收拾 整理 太麻烦了 最好的办法就是买二手送人 四 留恋的物品处理原则 每个人的家里都会有几样 舍不得扔留恋的物品 比如对你有着某种意义 会让你怀念过去 这些东西除了偶尔拿出来 回忆一番之后没有什么用处了 这些东西可以集中找一个 固定的收纳空间 可以是一个不常打开的收纳箱 另外 如果物品对你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那么也没有必要留着 比如旅游的纪念衣 纪念手册 留在家里毫无意义 因为我们已经把美好的回忆 留在手机相册当中的这些东西 囤积在家里只会占地方 所以说意义不大的物品还是果断处理掉 为什么断舍离当中舍是最难做到的 因为很多人都有恐惧的心理 害怕造成浪费 害怕扔掉之后又会后悔 如果你也是这样的人 学不会断舍离 那么可以按照这三个步骤 学会这种无痛断舍离的思路 这样扔不后悔 好了 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 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或者看后有所醒悟 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欢迎留言和投稿 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 学习别人的最好 遇见更好的自己 我们下期节目见